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生这四个孩子其实也是在听我婆婆的话 然后我婆婆呢 她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人 她也非常爱她的四个孙子孙女 那么她让她的爱让孩子们现在小的五岁 大的十三岁 那我在这一次来学习 其实我就已经不是一个听法的媳妇了 那我来学习的时候呢 刚下火车 本来前一天我跟先生还有公公婆婆都商量好 带大女儿来一起学习的 我下火车后面婆婆第二天她不同意 然后我就自己过来了 我下火车的时候先生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婆婆哭着要回去 然后公公也回去了 四个小孩放在深圳 然后是小姨帮忙照观两天的 我先生送她回去 那起因就是婆婆不希望我这二十天 二十天这么长时间不工作 她说如果是说要学在家里面一样也可以学 就是她是希望我们能够多一点时间去工作 其实我这四年多来在深圳跟婆婆公公一起生活 我们我工作的时间都超过了十六个小时 几乎我就六个小时的休息 其实在内我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她该学习的年龄协会做家务 能够协会成为一个自己会生活懂得照顾自己的人 那我也可以带着她们去做 那婆婆她就会反对说孩子太小了 长到以后自然她们都会 那家务的事情呢 那些观念是错非常错误的观念 小孩子本来就要从儿童时起 就要让她们学习做家事 越早让她们学习 这个小孩子会越懂事 然后我也带孩子们学习经典 我从15年的孩子来到深圳 小的时候小的才一岁半 我也已经开始带他们读弟子规这些 我也是传统文化的一名义工 然后我深深的知道传统文化呢 能够帮助解决现在的很多的问题 那我婆婆她也是不支持的 我带孩子读她觉得没有必要 她说学习课本支持就够了 然后我先生也曾经尝试过 早上六点起来拿着书 拿着经典大学中容在读 然后婆婆不同意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坚持 请问老师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 我要怎么样去做 包括我婆婆回去了 我也希望她能够开心回去 不要因为我来学习 而让她一直耿耿于怀 回去的话也过得不高兴 这个就是你有你相当的因缘 要学习 幼稚的传统文化有蛮多的障碍 如果以我个人的话 我会继续走我要走的路 别人认不认可 知不支持那是别人的事 个人的生死大事 个人要去辩对 我能不能学到高等的智慧 能不能让自己安心自在 这是每个人自己要对自己生命负责 在亲密的家人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生病 没有人能代替你面对死亡 怎么样 这个绝对不是自私 而是我们怎么样先来到 让自己能够安心 让自己能够有智慧 你如果没有学到智慧的话 你没办法把家庭经营好 你没办法把人生经营好 你会用过去的那些观念 来要求自己要求别人 设法把别人框住套住 形成在相残服 彼此内心都很痛苦 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得不到真正的温馨幸福 那是虚伪虚假的人生 我知道这种人也不少 但是以我个人而言 我个人我的学习我的成长 我要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 如果我总是这样顺着别人的意思去做 好了 这个就变成为别人而活 你后面你会觉得活得好辛苦 活得好辛苦 那别人呢 你这样顺着别人的意思去做 别人有成长吗 他有成长吗 所以这个不是说孝不孝顺的问题 不是孝不孝顺的问题 而是我怎么样去 如实地面对我自己的生命 我怎么样先教育好我自己 我要先教育好我自己 我才能够对这个家庭 能够带给家庭幸福快乐 如果没有 自己没有先学到智慧 你顺着大人的意思去做 那还是一样 你自己本身的愁美苦脸 家庭也是一样 继续酝酿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到后面就是很无奈的面对 产生很多的痛苦 以我个人而言 我不希望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人要先如此面对自己 那么如此面对自己 就是我要怎么样先教育好我自己 怎样让自己能够来到 生命都在成长 生命越来越安心 越快乐 有智慧 当你有什么的时候 你才能够回馈什么 所以要先学会做生命主人 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你才能够把优质的生命品质 来回馈给家人 这样了解吗 这个不是说孝不孝顺的问题 你要真正孝顺 要先真正如实面对自己 你自己要有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 你往你不容易觉察到 你的所作所为 有时候就好像说 婆婆讲说 不要让小孩子做家事 认为小孩子乖乖读书这样就好 如果以我 我是家长的话 我不接受那一套观念 你婆婆接不接受 这是一回事 小孩子本身就是要让他们 从小 从两岁 甚至一岁多 开始会走路 就要让他们开始练习着 练习着 学习 练习着自我承担 练习着去选择 三岁的小孩子 要让他练习做家事 那个不是折磨 而是小孩子 从小就要让他练习 会经营自己的人生 很多的观念都认为 小孩子不要让他做家事 你只要让他乖乖读书 考试成绩高分就好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 他就这样 读到了中学时期 你要他做什么事情 他不做了 他养成懒惰习惯的 读到了上到的大学 自己没有自处能力 不会照顾自己 还要父母亲去操心 还要父母亲去照顾 读到了大学毕业 找个对象结婚 怎么经营家庭 怎么样去处理男女关系 不知道 变成都只是任性在作为 结果呢 你的人生就变成要付出很多很惨痛的代价 你才会渐渐学会 经营家庭 这些人事实上是要让小孩子越少 越小让他们学习越好 OK 好 好 好